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中钢 我是没有搞懂为什么全子股间变得特别强 但是我了解一件事情 目前这个盘面的一个架构 看起来是以盘代跌 它不太容易下去了 就是等于说 原先的一个想法是说 这一段涨高了嘛 这一段涨第一段 所以我们现在在进行一个修正 将来会有一个另外一波的涨势 在这种修正的过程之下 因为本来要拉回来的 被选举撑到了指数嘛 所以撑上去 所以我原先想法是 昨天回档 嗯 他就正式回档 回档完之后再往上走 可是目前看起来并不是这样 这个盘比想象中来得更强 比想象中来得更强 也就是说很可能台股的部分 涨到这一段之后 这个地方真的是一个以盘代跌 如果他做的叫做以盘代跌 那个时间会比较久 如果你真正的拉回 那个时间会比较短 你可能拉回之后就上去了 因为你以盘代跌会产生一个现象 什么现象 你就价格上面 他回不到第二波想进来的这个位置 所以第二波想进来的人呢 在短线上面 我等不到更低的价格 他准备改变他的一个想法 在他还没改变之前 时间会拉久一点 所以目前的盘面结构 开始进行了延长赛 所以延长赛就是 我来到了半年线 我现在就在半年线这边 去做一个高档平台整理 而这个平台却是用 以盘代跌的方式 进行轮涨轮跌 你不要看今天大盘涨了一拜五十二点 因为今天是全子股比较厉害 昨天是全子股弱 中小新股强 今天反过来 全子股很厉害 中小新股很多都回党 这就是所谓的整理姿态 不用太担心这个大盘 目前看起来不会结束 因为一般来讲 很多人会担心一个问题 空头的一个想法是这样 涨上来涨高了 涨完了下去了 股票不会因为涨多而下跌 除非反映完它所有基本面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部分呢 基本上一般的终极反弹 我跟你谈的叫终极反弹 我不是跟你谈那个跌生反弹 第一波叫跌生反弹 这一波 它确实是跌生反弹 所以很多股票谈起来 驱动ICIC设计 很多谈起来 后面都涨不动 后面都涨不动 这一波的主角是什么 细制裁跟ABF基板 对吧 包括细晶圆 理论上是细制裁跟ABF基板 你要不要看一下ABF基板 最近在干嘛 涨不动 它们是这一波的第一波的主角 第一波的主角开始涨不动 这是我一直跟各位谈的 你可能要找的方向 找第二波的主角 而不是找第一波的主角 包括它这个比较弱 南电还蛮厉害 撑在高档 但也涨不动 在高档震荡 跟大盘一样 第一波的最佳男主角 有两大族群 一个叫做ABF基板 就新兴南电锦硕 第二个叫做细制裁 没错 最近细制裁 也在高档震荡 有没有 涨了这一段之后 在高档震荡 包括了3443的创意 有没有 在震荡 我们有的叫M31 M31是最强的 找盘的部分 本来都还维持在盘上 尾盘打下去 不知道哪一个当冲客把它打下去 用了238张 否则今天可能收盘是收红的 没有关系 细制裁里面目前最佳男主角叫M31 因为你看那个结构就知道 M31是最近才拉回 就前天还建高点 上礼拜我还建高点 昨天开始拉回 但是你看一下金星科 他其实这个位置就建高点 更早建高点 创意的部分也一样 都很强 这三档都是目前最强势的指标 然后创意很早就建高点 然后在高档震荡 所以你相比之下是M31最强 它在短期间还冲上去 不过因为它比较强 所以拉回的过程当中 很容易会有一部分的 霍利尔结曼亚 所以今天会员就来问 有会员在问 老师老师 我们M31要不要停利 我说为什么要停利 这一波从405块买上来 我一张都没有卖 一张都没有卖 他说美国股市重挫 所以短线上面 可以停利站在卖方 我是这么说的 不仅不要停利 拉回500块以下 我还会带新货员买 你要怎么去判断一档个股 个股不会因为你 涨了100多块就结束了 不会啊 你的成长力度还在不在 这才是关键点嘛 好这才是关键 以后再跟你谈 这些观念的问题 我们在做股票过程当中 一定有对跟有错 如果做错了 找个点撤退 或等价位换股也行 像我们今天做了一个 等价位换股 那也就是说 我们在做的过程当中 怎么样去找我们要的方向 这才是关键 那如果做对呢 我抱你一个大波段 短期震荡 本来就会震仗了 涨多会回档 你任何股票涨多会回档嘛 不回档 对小型标股它是不回档 一回档就结束了 小型标股不会 但一般比较正规均的部分来讲 它该回档要回档 好 M31涨高了 所以要修正 基辛科涨高了 所以要休息 ABF基盘涨高了 要休息 类似这样一个结构 那他们的休息 如果今天是跌势的开始 因为今天刚好跟非凡连线 我把我所想讲的部分都把它讲得很清楚 今天如果是跌势的开始 昨天啊 都是跌势的开始 那应该是全面溃败 什么叫全面溃败 昨天还有谁很强 安控啊 对吧 昨天安控的股票很强 军工啊 最近宝衣金刚啊 合成啊 非常厉害嘛 雷虎 四兄弟非常厉害 今天还很强 昨天光东勋很强啊 今天光东勋还很强 我问你哪一个反转的行情 它是小型股非常厉害的 今天如果只是单一的族群 那没话说 如果是很多族群都很强呢 现在包含了什么 网通起来了 所以你告诉我啦 你告诉我 你认为这个盘要反转了吗 虽然你很希望它反转 但抱歉就没有 高档震荡完之后后面再上 那我们现在要做什么 在它震荡过程当中 虽然指数称在高档 但毕竟有些股票会拉回 在这些拉回的股票当中 哪些可以上车 对吧 哪些可以上车 哪些呢 就真的不要碰它了 我一直强调一个观念 就等于说 我们做股票 我们不要去找 那个已经涨一大段了 不管你在短期间有多强 你很容易碰到 突然的反转回来啊 所以我的逻辑很简单 我们在低档去找 对跟错 对了 我是低档摆进的 对吧 我今天那金样力非常弱啊 非常弱啊 今天几乎是一个长黑棒 把它杀回来 为什么 它准备要过高了嘛 在前一波高点位置 附近开始做了一个震大回挡 我买在81耶 我买在81耶 好 换句话说 要调节 没错 我们调节了一半 但不需要全出嘛 短线上面来看的话 稍微整理一下 我们就看情况 如果真的不行了 我们就再买房 基本面没有问题 伺服器板 在明年仍然会成长 一样啊 脖子不是一样吗 脖子也一样啊 我买了91耶 我买了91 高档震荡可以调一半 但是呢 你基本上还要留着 我们在做的过程当中 其实我们一直在做滚动式 一个操作原因在这边 当我寻找到正确的方向的时候 我就去咬死你 到底对不对嘛 伺服器板到底对不对 我觉得没有问题 伺服器这个产业 基本上没问题 那老师为什么会上影线打回来 你在做股票的过程当中 难道不会碰到这种状况吗 涨那么多了 我N31涨那么多了 难道不会回档吗 可是如果你一回档 就认为它结束了 那大可不必 好 为什么 因为不会如你所愿 股票不会因为涨多而回档 但是会为什么 会因为你 主要是关键于你反应完 你所有基本面没有 如果你的基本面没有反应完 拉回之后喝了再上 拉回就给你上车 但是呢 记得一件事情 股价冲高了 不管你再好 好股票是要拉回再来买 如果有些股票冲太高 你一路追 也不能说你错了 你最近在追 金工概念股还蛮强的 可是如果你一旦追到今天的玉龙 对吧 有没有这种现象 我没有说它结束 也不太可能一天这个就结束了 但是你一旦追到71块 收回掉63块7的话 你的损失超过10% 很多人做股票 到昨天为止都没有问题 你看到K线是不是一个多头结构 到今天这个位置都没有问题 在12点半之前都没有问题 有问题是12点40分之后 开始出现击杀 那为什么会出现这现象 有一部分的阻力跑掉了 一部分阻力跑掉 并不表示它结束 我再强调一次 它拉回量收之后 还会有一个第二个高点 但你在做的过程当中 如果永远是追逐 是做这种恶性循环的话 我不知道你要怎么去做 华锡在这边不是创高吗 拉回来 有第二个高点 今天非凡连线的时候就问过 主播就问了 那第二个高点要不要卖 目前没有什么太大问题了 但如果你买来这个位置 你当它在杀回第二个高 这个杀回来的时候 你的面临的决策就不一样嘛 对吧 好拿我的股票 因为我没有这些股票 拿我的迹象电为例 金箱店找盘冲到103块半 是创短期来新高 波段 是不是波段 看一下哦 103块半 104还没有创高 历史高点应该在 历史高点 历史高点104 今天高点是103块半 然后就开始突现反转 一样啊 今天有没有卖 我百分之百外资真的买房 所以相对来讲 我们在思考的逻辑是 那如果你买在今天103 收盘在97块半 你要做的动作是什么 如果你跟我一样是买在81块的 我们可以做什么样的一个行为 这就是 一再一再强调的一个观念 我一再强调这个观念 股票再好 不要追太高 M3E创历史新高 在上个礼拜五 可以开高走低 对吧 你套牢M3E在545的 我问你啦 545没错 545没错 开个最高 你套在545的 今天跌破500块 你会干嘛 很多人的操作 会犯同样的问题就是 你可能买的点是不对的 有些股票拉回要买 有些股票拉回不能买 该怎么来做 这一部分我会帮各位来筛选 但是呢 我还是强调一点 目前来看台股的部分 基本上已经非常强了 台股会非常强的原因 来自于很多人没上车嘛 很多人没上车 第一波很多人错过了 当我在买智原132 当我在买金像电81 当我在买这个博智91的时候 你完全错过了 好 错过之后涨上来 涨涨涨涨涨涨 有的追到高点 又开始觉得又错了 因为后面在涨的部分是台积电 这个地方全职股很厉害 在后面这一段 这三天是台积电 因为巴菲特买了台积电的ADR 所以蹦蹦蹦喷上去 开始休息 但很多的中小型股 是开始见到高点休息的 当中小型股 见到高点休息的时候 可是指数又称在高档 很多人就怀疑一件事情 那我要等指数拉回再买 如果不拉回 如果不拉回呢 如果这是一个多头的结构 不改变的话 你要做的不是指数拉回 而是个股回档 修正完没有 修正完进去啊 好修正完进去嘛 所以你看哦 我用这个重达为例 光通讯 修正回来都没有涨都没有涨 蹦个昨天变厉害 今天冲上来两只停满 我对重达没兴趣啦 但是你回头想一件事情 为什么这样 华星光今天两只涨停满 华星光两只涨停满 可是当初他从42块修正 到30块以下的时候 你会不会吓坏 如果你的买点是在这一天 就像当初我买博制 我买金像电的时候 那这个回档 这个回档你会害怕吗 最近的光通讯很强 而今天呢 网通起来了 台阳 这叫低轨道卫星 是不是刚从底部起来 内股的轮动 他从低位接的走到高位接 再从高位接再回到低位接 没错 这是一个轮动的姿态嘛 我们今天布局了一档网通 但不是台阳 可是我要带各位来看 网通股的部分 为什么可以开始起来 因为修正完了 这第一个 第二个你说它是跟军工概念股 相关也行 我今天买的这一档 我比较不是军工概念 比较不是军工概念股 它比较跟车联网有关 我比较喜欢在车联网的部分 因为我比较喜欢车子 那军工概念股最近非常强 没有错 强到连台船都拉涨停板 从宝衣金刚开始雷虎 最早是雷虎 后来变成合成 马桶做防弹衣的 后来在最近比较强的 叫宝衣跟金刚 今天补掌到柴船 甚至最近在做军服的 家喻西服 都在拉涨停板 没有错 他们人气很旺 很旺 这叫题材性 题材性的股票能够上来 也就代表这件事情 市场投机率很强 可是我们要做的部分 就好像今天有个客户来现场 我在上节目之前来现场 我就跟他谈到了 这些股票不会是我要的 虽然他们很强 所以最近我们在做的叫布局 即使再强 即使再强 我没有说他不好 我说他非常好 他们非常厉害 你有没有涨高 即使你很强 有没有涨高吗 这是一个观念 对吧 涨高了 如果你要买 也是等拉回来 可是这种题材股 拉回就拉回来了 拉回就没有了 题材的股票跟那个 这个我们刚才谈到 基本面转强的成长为王 那个不太一样 成长为王你拉回来可以买 我可以告诉你M31拉回来某一个点 我会带新会员进去 你要懂那个观念的问题 好不好 所以我想目前来看 大多数的股票在做回档 所以指数不重要 指数是失真了 回档的过程中 哪些回来是可以买 车用 成长为王 车用 没有错 这绝对是车店 再来是网通 网通我们今天不去 不进去 其实我买的叫车联网 所以也跟车店相关 再来是伺服器 伺服器会结束吗 不会啦 博士金像店 休息一下吧 休息一下 还有哪些伺服器拉回可以买呢 对 主机板里面有一档伺服器 我蛮喜欢的 拉回来买 然后再来呢 台积供应链 这部分来看还包含 网通里面还包括网安 网路安全 为什么就跟各位谈这些东西是 其实我们要谈的是 你的产业趋势是明朗化 而往上成长 往上成长 这才是关键 网安啦 车联网啦 然后呢 这个伺服器啦 车店啦 包括台积供应链 目前台积供应链还没什么状况 半导理设备 但我认为它的未来机会是有的 所以我想 现阶段来看 这些成长性强的产业 如果个股有修正 修正完回来之后 假设修正完毕 我们第一时间要进场 这种第一时间进场 你才能立于不败之地啦 我资源在高档震荡 我买了132 买了这一天 这是我第一波的选股啦 那目前就是需要整理吧 就让它去整理 你现在要挑的部分就是 这些股票原先的第一波主流整理了 那有些股票 这在高涨整理还蛮厉害的 连拉回都不拉回 有些股票拉回之后 可能是第二波的主流 第二攻击波 第二攻击波的主流 我帮你 我比较喜欢从 从这个基本面选股啦 我比较喜欢从黄金队里挑钻石 对 你要去买题材股也行 我没有说题材股不行 可是之前 NFT 那个艺术的 现在有人跟你谈这个东西了吗 还有人跟你谈第三方支付吗 对吧 我们常常在想的部分 就是这样一个结构 所以该怎么去做 至少我要评估 我可以去做的概念 所以垃圾对里挑黄金 不如黄金对里挑钻石 技术面进的股票叫技术面出 那基本面进的股票 我们希望你在第一档 当它技术面不对的时候 基本面选股技术面操作 还是得出啊 如果买在第一档的 是珍珠就会发光 所以我想 最近有些股票已经拉回来 因为已经拉回 它反而有了低价嘛 有了低价部分 那我们现在就可以 充容的去布局 因为我现在买的 你不会要 你现在要的叫军工概念股 可是之前你要的不是军工概念股 你要的是航运 对吧 投资朋友是不是这样子 之前你要的是钢铁 你可能去抢那个卫生纸 卫生纸涨价那个灶纸 不是吗 或者你买了电线电缆 因为同价涨价 你会发现它的轮动的姿态 这种股票的人气的轮动姿态是很快的 一个阶段一个阶段一个阶段 股票最后将反应回它的EPS 股价最终将反应回它的EPS 叫做美股获利 炒题材的 当题材淡了就记得要撤退 之前跟你讲的观光啦 解封概念股还有人跟你谈吗 我们怎么样去找到未来的方向 这是重点 所以为什么跟各位谈第二阶段叫成长为王 因为第一阶段的跌伸反弹过去了 那你后面也不会破底 我举例区隆IC叫 我没有说区隆IC会破底 但区隆IC要转强 还没有 它的库存调整明年第一季才结束 所以跌伸反弹之后要回来休息 将来等你库存调整完毕之后 我就再进来 不是这样一个概念 去循环一个概念 所以我们现在要找的就是 我的产业趋势明朗 就是成长 那成长为王 这一部分我帮各位 这个有一个专案 台股满血复活 那全面半价会期加倍 加一块再加一季 明年1月1号起床会期 谢谢大家收看 年同时间再见 拜拜 本公司以望着绩效不保证未来获利 且与所推荐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深深评估并自付投资风险 你想赚钱吗 订阅理财周刊频道 18位专家提供最快最多样的看法 从每天早上10点半到晚上10点 每30分就有一档最新影音上架 你还在等什么 下个不好 就是你